李自成和朱元璋都是草根皇帝,为何结果却不同? 朱元璋与李自成,两人其实有着相似的开始,都是生与民间,因为生活所破而起义。 但为何两人的结局,却是大不相同呢? 其实朱元璋成功的原因,正是李自成的不足之处。 朱元璋迅速建立的根据地,部队有着稳定的后方保障,而李自成急于求成,始终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,因此根基不稳,一步走错容易满盘皆输。 朱元璋注重笼络人才,并团结各方势力,而李自成在起义的暴露上,始终在孤立自己,同时也不擅长处理队伍内部的矛盾,手下的谋臣数量少,能力也差。 朱元璋时期的元朝已现颓势,而明末的晚清正是强盛之时,李自成屡屡错叛局势,终因错误的大量累积导致了自己的兵败。 这两人的故事告诉我们,想成大使者,明智的眼光,以及天时地利人和,全都确议。